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十七八岁来到咱们吉利市戏剧团 这一路从一名演员吧 很艰难的 很辛苦的 走向了演员队长这个职位 这么多年从演员队长 一直随团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演出 比如说像国家级的一些大型晚会 今天来到这儿呢 也是想向四位老师多学与学习 想把自己的艺术再提高一些 也希望四位老师为我打开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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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 女儿 李太后叫圣海儿跟娘走 中华鸡梦 他头摇娃要什么啊 爱儿我本是阿村也一穷悍 吃惯了小米西州 贤财条 季黄公乡亲父 儿科受不了 怕的是经吃好的 独自古大宝 干粮米从间天日 比啥都好 而甘愿留在这儿啊 破瓦含药 这段包公断台后 你看他从情感上 从表演上 从以情代生的这方面 杨明进步了 走到教人 陈福找我 而直到你老的腰腿不好 回皇宫睡康头 你可别睡康手 而直到你老的胃口不好 你要多喝点小女喜酒 多蘸点鸡蛋糕 咱不自是八年天天常见面啊 怕的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 我也要云 así 有很厚心最好的 美好的东西送给干粮米 只有这要繁荣的 本来葫芦漂 漂里有刚要来的 小月抽一碗 真热快喝下吧 你老可别找我 你老可别找我 万种花贵的蝌蚪 眼泪刷刷的 哇 小花 你开放心如高秋 两天内藏光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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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四位评委老师好 我是34号男嘉宾 不是吧 我是男嘉宾 尤其林是戏曲剧团啊 他上春晚的那个 是那个团吗 对 你现在进团多些年了 我是从07年进的团 从进团一直从一个演员 跟到我们团一直参加演出 参加演出去北京 参加星火工程 每年最少的时候能演个200场左右 最多的时候四五百场 平平常常吧 一天是无常演出 七早贪黑的 大家吃不上饭 每天就在车边上吃泡面 晚上回家能吃一口饭 这些累 这些辛苦 也都不算 不算什么吧 其实我这人吧 就是有一点 这些都可以承受 就主要的就是我胆小 怎么还胆小 什么意思呢 胆小什么意思 胆小得说一说 这个事 这胆小 咱们得说来话啥 就是 我们去咱们国家大剧院 我们在那演出卸那个道具 车卸完了已经一点多了 工作人员来找我们 说你们这边卸完车 昨天演完出的那个团队 要把这个道具需要拉走 你们这咋得需要留一个人 被把道具拿串了 那没办法 那领导说那看谁在这 我那时候也是年轻 年轻气盛 我说我跟这咋子 我还有个同事 都是我跟这陪你 我俩在那就 舞台上睡了一晚 在那舞台上睡 也没有背后 什么盖都没有 那年演那个教育录 正好有那麻袋 把那也就盖上 这么睡觉 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 那个走廊 特别的宽 这么说 就跟医院的走廊 差不太多 是啊 那是个艺术家也多 特别是挂在墙上的那些衣服 彩色照片的还可以接受 黑白照片 就当你看到黑白照片 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那时候那是真接受不了 挺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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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 我也经历过 早起晚归 有的时候我在想 都是 因为我在明天社团 待了三十多年 就是一说这些事情 就肚子都在眼前 我们背着大行李 吹着七十五的 睡着学校的桌子 一看老远乡城户 给准备的菜饭 准备好了 以为是绿豆饭 到上街一看 一成藏颜 哪有那种好的条件 真这样 真是的 但是那份喜悦 所以说杨明 你的辛苦 能换来你的幸福 这就够了 我挺钦佩 我对这个心理剧团 说心里话 咱们家还有很多好的演员 一会儿你就别 别的就不用选了 咱们都自个家人 反正你就心里定位 又留得准 是不是 现在开抢了 我的演出开始了 你们还没演出呢 我妈在后台再化妆 虽然说她是你们那块 的二人转演员 但是你不一定 就非得选择她 对吧 因为她有很多的东西 你们都会了 也对 你另外选择的话 你得选择像我呀 像孙老师啊 像雅老师这样的 是不是啊 你得选择这样的 就是说把别人的长处 都学在你们家去 你才能把很多的东西 都带回去 对不对 你说你要跟 郭博老师去了 小波老师你那意思就是 我长得短嘛 我没有长处呗 你不能那是你 不对 我没有那意思 那是你自己想多了 要是人聪明 就聪明到这儿 实际上我说的很简单 但是他想的很简单 你可以去争 可以去想 但是你不能踩着 别人的肩膀 你怎么踩谁啊 本来我个体不高 你都给我整麻麻腰了都 不是我没踩谁 我在说实话呀 你说什么实话 因为小波老师说的意思 我给他解释 别打了 就说的意思就是说吧 你俩太熟了 就是他不选择你 你也不会生气 就这意思 对 再一个你俩 你俩这系路不对 怎么能不对 怎么能可以 你选你没法搭档 选我和小波老师 能跟他搭档 不就这意思 想我们可以 想我人 我可以给你更大的平台 因为我觉得 我的身后也有中国曲鞋 是不是 可以参加更高的展演 而且呢 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培训 都没问题 演员有高的平台 才能够把你的艺术修养 能提得更高 我可以通过我个人的 这么多年的这个艺术经历 我们共同地来 跟温小明 来打造这二人传之路 更加丰富 也通过他 把他的团队的所有弟弟妹妹们 都带动起来 传承好二人传 这就OK了 哎呀你那一个团 你都整都整不过来 你还整那么多干啥 我心里说一个团 是小朋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共同共同共勉吗 差不多行了 来吧 说说你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这个 紧张啊 你紧张啊 你紧张啊 我刚要说 一定要 因为选择很重要 他紧张了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知道吗 你选了他紧张 杨明的唱腔 得到了四位名士的认可 他会加入哪位名士们下 我选择的是 人帅最高的 龚二老师 兄弟你就是说瞎话 他不算高吗他啊 好 来给三位老师 恭喜他吧 没那工夫跟你 你放心啊 就是 你看看我 能不能教你点好东西就完了 压强点呢 我都没告诉他 他们也没看到 这样的啊 你可以到我团队之后 我可以把三位导致 都给取回来 我才不去呢 你想孩子你想学赏 然后爬我底下 我说 你想学赏 你看咱怎么教你就完了 好 加油 宝贝啊 谢谢老师 看好你 不是怎么让你叫老妹 宝贝 是宝贝啊 我的大宝贝 恭喜杨明 成功加入郭望战队 心有热爱 无畏前行 愿意在承担 队长责任的同时 早日实现自己的 二人传梦想 接下来 向名师高途舞台走来的 是一位来自吉林松原的 二人传演员 她的唱腔能否大动名师 大家好 我是一名暗战演员 我叫王清清 很多人都说我这嗓子 不适合唱爱人 我还是喜欢这号 所以我不想放弃 我平时就这样啊 对啊 平时嗓子就这样啊 一会唱戏行不行啊 没事儿 平时也这样啊 王清清 哎 她导演我到底嗓子行不行啊 先上场 我倒行还不行啊 我的咋力 是四个检查 谁掌战 ileen 这儿 这儿 快点 大军 久不来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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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看齁而已 你看 能不能浸透 看 半句就读一种了 这才三十岁 小红娘把笔墨烟 把放置在树岸上 哎哎哎哎哎 小木 欧阳浓啊 江碧高宝啊 八心桌 菩萨烈啊 高怜之杖啊 上邪朝 上邪上啊 隔下阳望啊 心情桌 分别好啊 隔去远方啊 有生日没见面啊 我没心中捏下 啊 呀 尾之米隔着铁河 海详啊 你啊 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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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啊 啊 集群树外的石 大厨一望 车在天马赛 车在天马赛 破旧四千一面 不知你行赵千孙里 小哥哥不知我心 要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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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矜持一张嘴唱 一张嘴门就开了 门就开了 难以印制我心中的冲动 来吧 做一下自我介绍 老师们好 我叫王琴琴 来自吉林省松原市 一名普普通通的暗转演员 哎呀 我的妈亲 嗓音真好 这也太让我惊讶了 这嗓这个好 实际上我一想 哎呀 我去 这该给我兴奋 他第一声就把我镇住了 刚才吧 这个听你的声音 一开门的时候 刚才 我跟袁老师 我俩有一种眼神一沟通 一交流 然后听声音呢 应该是特别娇小 特别瘦弱 是吧这样的 结果一打开 哇 好魁梧 这叫富坦 你没发现吗 他这唱戏的声音 跟他说话的声音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 两公嗓啊 两公嗓 说话声音 包括我自己都是 就是说话声和唱的时候 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对 但能听说是你声吗 他关键听不出来 是他声了 听不出来 你说就他现在 但是你一说话 明晚这一站你说谁行的 你听不出来是他唱的 是吧 听不出来是他唱的 听不出来是他唱的 你唱得这么好的话 跟你说你早就应该来到这个舞台上了 对 为什么 早火了 早火了是吧 对 为什么一直都没来这个舞台 别提了老师 说实话我第一季就想来了 出个意外 没来了 什么意外能 就是前年 就是下乡演出的时候 出了一次车祸 就是演出的时候 就是一个农用车 然后那个开车的时候 车翻了 连人带车都翻了 我生平第一次出这么大的事 就是小腿骨折了 自己躺在那 就是感觉腿动不了了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骨折 我就感觉我得节制 我得瘫痪了 这辈子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然后呢 就是医生来了 120来了 我见着一个医生 我见着一个大夫 我就把人手攥着 我说大夫 我说我能不能节制 我就哭着问你 我说我是不是得节制了 这辈子再站不起来了 我说你说实话 我能挺住 然后大夫说没事 你是最轻的 对于人家大夫来说 一个小腿骨折 是最轻最轻的了 对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害怕 当时车停几个人呢 车上一共是四五个人 都是基本都是女的 就是丁说我的年纪最小 然后我是最严重的 得养一年 一年到两年 那你就是谈多久 能不能当很多演出过 不是光耽误演出 就是想过弃航 想过不干了 想过弃航不干了 就是当时就是感觉 我自己一点特背 就感觉我唱这么多年 二人转了 差不多从学到唱 差不多十年了 十多年了 就感觉二人转 没带给我是任何好处 还带给我一身伤 然后就是在家养了 差不多一年吧 然后就确实不干了 后来干什么了呢 那你不干干啥呢 上南方了 这回我上南方电子厂 电子厂就是拧螺丝了 或者拧个小件了 都是手机上的配件 特小 但是时间太长了 一天差不多十二个小时 我坐在那 哎妈我就是还没等干呢 我到那又化验 又验血 又体检 就是花了老多钱了 我一问几点到几点 他说从七点到晚上七点 可能还加班 到九点到十点 我说不干 为什么呢 我就感觉十多个小时不行 哪敢唱二人转呢 唱二人转上台就一个小时 还那么多人观众们看着我 然后还得打门漂亮的 多好 你说在那刚刚的十多个小时 差不多十二个小时 没有一个人能看着我 还得坐那一直拧螺丝 不行 然后我就回来了 看看 还是想到二人转的 对 才想到二人转的行 感觉还是二人转这行 比较适合我 自己还是比较开心 我现在就是感觉 二人转这行 我不能放弃 我必须 因为我从小 从七八岁开始 我就喜欢这行 到今年我二十多岁了 二十六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为这行付出辛苦 我想 必须回报的时候 应该慢慢会来的 以前的罪不能白早 不能白早罪 就是这样想 苦尽甘来嘛 今天为什么来到这舞台呢 弥补我上次吧 尤其是再有这么多的好老师 然后给我点评点评 然后教就我这些东西啥的 所以我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舞台 我想把二人转这行 好好地走下去 还是你知道吗 今天这段戏完成得非常好 两次戏唱得真的很棒 但是我就感觉你哪一块呢 就比如说这漫五哈哈的时候 如果你罗着唱 你这词啊 和你这个情绪接在一起 我赶紧要比这个好多 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对你提的一个小建议 好 谢谢 真的很美 你声音真的很美 清脆 真好听 亮丽 声音再放开一点 可能更好一点 他现在还是有点 对 没太打开 他就捏着唱 但他先听这个 条件好 条件特别好 真好 能看着他有功底 他应该是个全面演员 听他说话你绝对是个彩蛋 我还一提唱 花旦 没问题 是吧 这段其实咱俩能唱 咱俩能唱 我跟杨老师也能唱 你现在不能唱下装 我们是专业的下装 我可以跟他搭架 和孙老师我们都可以跟他搭架 就你要唱专业的呢 孙老师跟你唱 你要唱梁子戏呢 我可以跟你唱 没有问题 我们团队有搭档 他的专业可没问题 那不一定 他一专业唱没问题 你们团队有搭档 那有导师搭档 他有他量吗 那能一样吗 实在不行 我找同好师 对呀 那我交看 但我团队来 手把手地教你 而且一定会让你有一个重新的飞跃 没错 从头到下来 然后到脚下来 所以他们都八个半天 没有 所以说你 自己要想法 对 考虑好你在哪个团队能发展得更好 来吧 做出选择 来吧 请做出你的选择 有可能命令就改变了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不能选我 但是我也得争取一下 我也是争取一下 没看完一年没这事 万一来一点 是不是 太难了 太优秀了 不多选谁 面对四位老师的激烈争夺 拥有高亢嗓音的王千千 会做出最一样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看我的第一线门开的好不好使 严淑云老师 好使 我的第一个门开的好使 你看你 你就拔 拔 拔 这说音就拔 拔 拔 完了 女高音的二人转 两句话 你好好唱戏 我无私奉献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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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王千千 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名师 愿他能不忘初心 一路前行 实现自己的二人转梦想 接下来上场的 是一对来自黑龙江的小夫妻 他们能否凭借唱功 打动名师 哈喽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做李欣 来自续话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徐忠宇 同样来自续话 我俩是夫妻的 在我们那儿呢 像我们这么年轻 而且又唱中戏的演员 非常少 然后我们还具备 自己独特的唱唱 像我们当地呢 我们也经常 有一些大型的会演员呢 比如什么晚会啊 春晚呢 我们都经常参加 对 就这次来到咱们 吉尼电视台呢 就想多学习学习 让我们自己的演艺生涯 更加丰富一些 那我们就一起 加油 加油 老师 这我得给他们好好加价 为对买步就把街上 变两场不用安眠千春 我冬节要得了 我冬节要得了 小北门 东西两下 他都要可变 没有一个人发心 啊 挺有味道 特别有味 嗓子有点不耐 但是有点不耐 东西要到 这个西街上 乃街要到了 小北门 东西两下 有点不耐 有点不耐 没有一人发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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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打酒水打酒 我不打酒活不长 我二人五百年前 都有了天人配 我喝不到下方 与他把清场有心徒步走下去 爬得我福 那我呢回天空啊 低头一起摇摇摇摇 我福的宝贝我包上了 急送啊 他非常会唱 包锅里包上了 草子公主啊 放上了 草子公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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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商鸟 陶奴公 还有柳木剑方 被找桃花女 大破赵公 这本是三仙宝贝 包完毕 听我把随身宝贝 包几宗 包上一根两天吃 夫妻下方好处 跟我包上一把鸟 夫妻下方 发鸡冲 赵四姐拿起我 付天罗地网 天罗网坏了云城网 大骷髅网 这种宝贝我不带 后来我不拿我 回听公 抽出我付钱困带 打着天球过河东 赵四姐一扭声 要抢我左南天门 二人绕啊 四位老师都为了 对了一声我太难了 不错 不错 成功用案就在面前 所以这下了张四姐 华氏桥上当 代表崔家桃犯人 崔文睿华氏桥前 正来我的来口火 我想起家堂古庙 还有我老娘去 文睿卖不往前走 看见了球中心 战兆女千金 我不用人说知道了 这妖中必定 有姐大姐呀 你有那人两舍给我 家堂苗那小娘去 张四姐来 有人恶慌啊 我叫了一声要换了 若问我是哪一个 我本是玉皇大帝四姑娘啊 我到此不为别的事 一到坟间与你的 白花糖你领我走来领我走 领我回家笑说 你的娘啊 文练我问一句 文练文体不得卖 一到四姐回家乡 航行正正走来的快 家门不愿在面旁啊 爱在面旁啊 哎哎哟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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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手牌门板啪啪响 叫声妈呀快点 开门爽啊 唱得不错 我挺喜欢那个男演员 老太太正在房正坐 护厅门板响啪啪 玩了用手开开门双扇 原来我的耳回家乡 好 好 完成的吧 好 来自爆一下家门 四位老师大家好 我叫做李欣来自隋化 29岁 我叫徐正宇同样来自隋化 我们两个是夫妻 这段戏啊 当时林凡 二位表达的可以说淋漓尽致 而且从中能听到很多很多以前都是在舞台上少有的曲牌了 对对对 所以很好去唱 是吧 我看大约最少得有六七种吧 曲牌 是的老师 除了二人传曲牌之外 里边有平戏 黄梅戏 天津快把 还有山东柳琴河南罪子 这些曲调掉门什么的都是跟老艺人学的吗 就是这些掉门吧 其实 这些全部人都给你带回来 这些曲牌吧 就是我十多岁就走进了这个艺人圈里 跟那些老艺人在一起演出 我演完第一副架 然后下了紧接着赶紧的衣服化 给你后台打板 打板就听啊 就老艺人这个味挺好啊 像河南醉的了山东柳琴的 还有那个天津快板 我就这个要加在二人传曲牌里边 能怎么样 完了就是有一天 我就试首加的 比如说这挺好听的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下去了 本来这个张四姐 黎凡 天原配的不是什么大戏 里边吧 科幻人物啥的 咱们加点小曲 听得挺浪的 能招现场的观众喜爱 所以我就一直这么唱 很厉害 这就是二人传的西纳工吗 对 而且两位演员就是 把这个调试都安排得特别的恰当 恰如其分 好听 你过去讲应给一母戏 不给 应给一母地 不给一出戏 对吧 认舍时尚地 不守一出戏 真这样的 原来那老艺人 他都是口口相传的 这是吃饭的饭碗 他不会轻易地 把自己这点东西给谁 对对 那说是那样 所以说我们学戏的时候 真的都是偷艺 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也都偷艺 对 你能偷来 那化解到你的身上 这就是了不起的演员 像我们那个年代是没办法 我们现在都撵得焦你们呢 你快来我这吧 没错 没错 谢谢老师 特别特别就是 欣赏年轻人去学二人传 去把二人传板板调调 自证腔缘 一点点传统下去 这可以说 对于我们 反是我感受 就是我特别特别欣慰 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呢 我就是想把我自己身上 这些小毛病啊 把它改掉 能让自己真真正正地 成为一名合格的二人传演员 好 就是像他们自己说的 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我就觉得 他就很了不起了 我感觉这俩孩子 要是说能进我的团队 我二人传的经典老戏 有一百多出 我都可以无偿地给你们 而且呢 我这个 我想让你们两个 以后呢 像我一样成为一名 二人传的发言人 他老多人了 他老多人了 所以说你们两个有奴隶 能排他们吗 戏小 但是刚才小伯老师说了 说宁舍十母地 不舍一出戏 我估计他的一百多出戏 能教你一出戏就好 不可能告诉你 实际上我真的希望 你们两个能进我的团队 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 觉得你们两个人 是我想要的那对演员 我会无私地 教你们更多的 在舞台上能呈现的东西 希望你们就是 把二人传这条路 能够好好的发展下去 往前走 这条路对于你们来讲 应该是阳光灿烂 其实吧 你们肯定也知道 我有自己的学校 二人传艺术 而且专门教这个二人传的 唱作念打手眼神发 对吧 所以说你要经过专业的话 你会更提高 你们这个艺术水平 所以如果二位 来到我的团队 我认为我们在一起 共同学习 共同探讨二人传 让二人传更加个 发扬光大 好不好 希望你们来到我的团队 那站好队友好平台 对你发展 肯定是有很大空间 反正说 天一接你一双灰 又来了 又来了 来吧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我选择的是 面对四位名士的激烈争夺 渴望提高二人传艺术水平的 年轻夫妻 李欣 肃正宇 将会如何选择 赵鲁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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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鲁国老师 来是我的 张老师 白下的丑 不客气 好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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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赵小波 成功收获一对实力夫妻大 也希望李欣 苏正宇 在赵小波的指导下 能不断打磨艺术 在未来的演艺路上 绽放光彩 下周六周日晚18点整 明师高途第二季 不见不散